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葱油饼 先在盆中加入400克面粉,用280毫升60度左右的热水和面 搅成这种大块的面絮 然后少量多次加入干面粉,切住干面粉,把面团揉光滑 揉好以后盖上盖子,饧20分钟 准备一把葱叶,清洗干净,切成葱花 装入碗中 加入适量面粉,盐,花椒粉,然后浇上热油,搅拌成葱油酥备用 饧面时间到了,把面团取出来 按板上撒一层干面粉 放上面团,先用手按扁 然后在表面也撒一层干面粉 再擀成长方形的面片 擀好以后,均匀的涂抹上油酥 然后同一端卷起来 卷好以后,整理一下,让它粗细均匀 然后分成四等份 取出一份,先把两头捏合 再把它撑长 最后用手按扁 然后同一头卷起来 尾部按薄一点,压在底部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以后,从做好的第一个剂子开始擀饼 最先做好的面剂有一定的饧面时间 擀的时候更容易擀开 最后擀成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最后擀成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电饼趁预热刷一层油 高油温放入饼坯 开大火,烙至底部定型 表面鼓起 在表面也刷一层油 然后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定型 再次翻面 烙至另一面定型 让它受热均匀 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葱油饼就制作完成了 想要烙出的饼柔软 火面的水一定要加的充足 烙的时候要高油温下锅 全程用大火烙 撕开里面来看一下 都是小薄层 越嚼越香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